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今天是2023年1月21日,星期六 现在呢是北美的大年三十,可是中国呢已经是正月初一了,已经是新年了 所以呢我在这里问一声大家春节好,祝大家兔年大吉 我先学了一个词啊,叫前途四锦,钱是金钱的钱,图呢是兔子的兔啊 前途四锦,这个呢叫谐音梗 现在貌似呢围绕这个兔字啊,还有出来很多的谐音梗 如果大家还知道一些其他的不错的谐音梗的话,可以给我留言 好,今天我这个视频呢有三方面的内容 这三方面的内容呢,基本上都是围绕我们的春节来的 首先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春节晚会 这个春节晚会呢,我已经看完了啊,我来评论一下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在他的网站上发表了新年祝词啊,他这个新年祝词呢,引起来了很大的反省 中国人就觉得呢,他是没安好心 那么有的人呢,还觉得说呢,中国人想多了 到底是不是我们想多了呢? 我一会儿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我们海外华人所关心的这个十年多次往返的签证问题 那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呢,对于这个事情呢,在他们的网站上做了回应 一会儿我来讨论一下他们是如何回应的 那么好,现在我们就进入正题 首先呢,我想回应一下昨天呢,有一个网友啊 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认为他这件事情呢,我还是有必要来回应一下的 那么有一个网友呢,他就留言啊 他说,瑞士的官方媒体或者是瑞士的官方啊 已经公布了这件事情 说有一个中国公派到瑞典去留学的一个中国留学生 他就向瑞典的媒体呢,报告 不知道是不是还向瑞典的警方报告 他就说呢,他被中国政府派到瑞典去留学 是公派留学 因为他是公派留学,中国政府呢,和他之间是签了合同的 他说啊,说中国政府呢,和他签了合同 他应该在瑞典留学之后呢,回中国 如果不回中国的话呢 那么中国所给他支付的这个留学的费用呢,需要返还 那如果他不回去的话呢,中国政府会找他的父母 现在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不想回中国 所以呢,他貌似要向瑞典政府求助 或者向瑞典的媒体求助 觉得他会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 会受到中国政府对他父母的一个迫害 这是他第一方面的内容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他就是说呀 他说他在瑞典留学期间呢,中国政府对他是有任务的 是要求他在瑞典偷取瑞典的科学技术 这些科技的秘密的 如果不完成任务的话呢 貌似好像还会对他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我就想说呢 就是瑞典如果说他们的媒体放出来 或者他的政府放出来这个的话呢 就算是这个留学生对他们就是原话这么说的 那么这也是一个谣言 作为瑞典的政府和瑞典的媒体呢 应该有这个判别能力 这个事情呢 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留学生 向他们来报告这件事的话 这件事和在两三年前 澳大利亚所发生的那个王立强的那件事呢 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这就是呢那位留学生污蔑中国政府 如果是留学生说的话的话 就是留学生污蔑政府 如果留学生没有说这些话 或者是没有说全部的这些话的话呢 那就是瑞典的媒体 或者瑞典的政府污蔑中国政府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呢知道中国确实是 公派了很多的留学生 甚至中国政府呢 公派了很多交流学者 交流学者从定义上来说呢 他本身就是美国政府出钱 中国政府出钱 或者是其他的政府出钱 中国政府出钱 来双方进行交换这学者 进行交流的 他本身就是这个意思啊 留学生呢 这里面呢就有公派的和自费的了 那中国呢 毋庸置疑是公派公费 派了好多的留学生 那么有大量的留学生呢 公派出国以后呢 就不回去了 不仅不回去 而且呢在境外大肆的污蔑中国政府 比如说那个余茂春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 有一点啊 中国政府呢 我认为 他不是这么做的 但是他这种不是这么做的呢 我是挺有意见的 我觉得呢就不应该这么做 就是呢 公派给那些留学生 他出去留学生 他不回来 这件事情呢 没有下文 对他们 没有惩罚机制 没有惩罚机制 我估计 1989呢 他们出国之前 也有可能签了一个什么东西 签了一个文件 但是这个文件的约束力非常有限 而且我判断 百分之九十九 他的父母对这个留学生呢 这个公派留学啊 是不负连带责任的 我对中国政府呢 这个做法 我个人是持一个不赞同的态度的 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呢 如果你出钱给一些留学生 让他们出国去留学 如果他是未成年人的话呢 他的父母一定得承担责任 如果他是成年人的话呢 也应该可以要求他们的父母呢 承担连带责任 或者他找其他的 反正他得找一个大某人 得找一个其他的一方 来负连带责任的第三方 因为那些出国留学不回去的 这个事情呢 实在是太严重了 所以呢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呢 应该这么做 但是中国政府呢 肯定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从余茂春这个呢 我就能够看出来 余茂春现在 这么如此的反中反共 但是呢 好像呢 中国对他的国内的亲属呢 我没有听到说 对他的亲属怎么样怎么样 并没有 我从来没有听说 中国向他国内的这个父母 要求承担连带责任 返还公费留学的费用 我从来没有听说 那么中国政府 从来都没有这么做 这个留学生呢 竟然这样来污蔑中国政府呢 这纯粹是黑了心了 这是第一方面 中国政府呢 应该做 而没做的 你拿了中国政府的钱 你跑到国外 你去留学 完了以后呢 你不回去了 然后呢 你还说中国政府 如果找你要钱的话 这是过分 这一点都不过分 你想想看呀 对不对 出国留学的这里面 你是公费的 人家有自费的 是不是 人家自费的 人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是公费的 你不回去 对于其他的没有享受这部分费用的那些人 公平吗 公平吗 你已经到了境外了 一天到晚的欧割西方社会 欧割他们的公平 对不对 你认为这一点是公平的吗 对不对 你现在就这个还污蔑中国政府 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他的污蔑是什么呢 污蔑说中国政府给他任务 要求他在瑞典留学的时候呢 为中国政府做一些科技间谍的事情 我就想问这个留学生 你到瑞典去留学 你留的是哪一个阶段的学 我就问你 你留的是本科阶段呢 还是硕士阶段呢 还是博士阶段 你还别说你是这个本科阶段了 你就是硕士阶段 你就是博士阶段 你能得到什么秘密 你能得到什么秘密 带你的那个指导老师 就算你是博士 带你的那个指导老师啊 他都不比中国的科学家更高明 他有什么秘密好窃取啊 是不是 你就算是你是瑞典的一个科学家 你都参与科研项目了 说实在呢 你有什么好窃取啊 全世界现在被引用的百分之一的科学论文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的 瑞典这个小破国家有什么好窃取的 你就这样来污蔑你自己的祖国 你的良心哪里去了 让狗吃了吗 好 这是我这个正题之前呢 先对这个网友留言的这么一个回应 这个网友呢 他的网名叫冰石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冰石呢 你是什么用意 如果你是眼瞎 你没有能力判断的话 下一次你再遇到这种情况 你最好是先动动脑子 然后再发这样的消息 如果你是就是恶意的散布谣言的话 我告诉你啊 你做这样的美良心的事情 是会遭到报应的 会遭到天大雷劈的 小心点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关于这个今年的春晚啊 我们是从小啊 从第一期的这个春晚就开始看了 到现在的春晚 我每一期的春晚我都不辣的 一期都不辣 一点都不辣 这个春晚年年看 每个节目都看 那么今年的春晚呢 也不例外 今年的春晚看了以后呢 我就发现了这么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呢 我就发现这些小品啊 这些节目里面呢 有一个主题呢 就是建设这个和谐社会 有这么几个方面啊 一个是家庭的和谐啊 年轻的小夫妻 中年夫妻啊 如何来解决夫妻吵架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社会上的一些冲突 比如说王宝强的那个小品啊 就是一个快递小哥和一个网约车的小哥 那么很容易呢 人在社会当中呢 就会发生冲撞 会发生冲突 然后呢 应该本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来化解这些问题 只要是本着一个宽容的 善良的 与人为善的这么一个态度呢 这些矛盾呢 都能化解啊 都能营造一个家庭和谐的社会 另外呢 还有个社会问题呢 就是这次的这个疫情 有一首歌呢 就唱的特别好啊 就是大家呢 要有一点耐心啊 通过这个疫情呢 大家就意识到啊 多么的需要大家在一起 以前好像没有感觉到 人对社会的需要 人的这种社会性的这个属性啊 这么的突出 通过这个疫情的隔离的时候呢 人们在发现啊 我是多么的离不开周围的人 我说的这个我不是指我寒美啊 我寒美没有这个问题啊 大家长期看我的视频呢 可能知道了我这个人 我是一个大宅女啊 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宅女啊 我就一天到晚呢 在家里面啊 我都不再感觉到孤独的 我永远都不会觉得孤独无聊 我的词典里面呢 从来都没有无聊这两个字 我的词典里面 从来都没有孤独这两个字 现在呢还有一个词啊 叫社恐 叫社交恐惧症 那么我是不是有社交恐惧症呢 我发现我也没有 社交恐惧症是什么 我理解就是呢 他害怕去和别人社交 他不去和别人社交 他宅在家里面 是因为他害怕和别人社交 但是我不是这么回事啊 我就是选择不和别人社交 我选择不走出家门 不出去 但是呢不代表着说我害怕出去 我害怕和别人在一起啊 我的亲戚朋友呢都知道啊 如果是和我在一起的话呢 我就是一个非常会活跃气氛的一个人 我从来基本上呢 如果我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 我基本上都是这个社交场合的一个中心人物 我是没有社交恐惧症的 但是我没有社交恐惧症 我不惧怕孤独 不代表着我就不能理解别人害怕孤独 绝大部分人是喜欢社交的 没有社交就不行 就喜欢热闹 怎么热闹 怎么开心 这些人呢 我也能理解 还有呢 今年的春晚里面呢 其中有一首歌呀 就特别打动人 让人就是一看了哈 从一开始啊 让人就特别感动 特别想哭 就是那黄岐山啊 和另外一个女孩所唱的那首歌 就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的那种对话性的一首歌 黄岐山呢 以前说实在的 以前有一个事件啊 他参与到那个事件 我对他印象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这回他唱的这首歌 哎呦 真打动我呀 也许因为呢 我既是一个女儿 我也是一个妈妈 所以呢 特别能感同身受 我看了他那首歌 我是看一遍哭一遍的 真是非常非常的感人 那也是一个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隔阂的 那么一个正能量的歌曲 总之呢 今年的春晚 我感觉呢 就是唱到一个和谐社会 那么我刚才还说了哈 就是疫情这件事情 2022年呢 在中国人的心中 在中国人的个人生活 社会生活当中 影响是如此的巨大 那么这个中央电视台 在这台晚会里面呢 都体现出来了 那么我就是想说呢 今年的春节晚会 还少了一个 年年都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 那就是李古一 自从有了南望今宵这首歌以后呢 李古一是年年都要来唱这首歌的 这首歌没有他就不行 但是呢 今年却没有了他 没有了他是为什么呢 在昨天的时候呢 李古一他自己发了一篇微博 说对不起 我今年不能出现在这个春节 联欢晚会的这个舞台上了 因为呢 我感染了新冠病毒 因为我感染新冠病毒以后呢 我这个后遗症啊 还没好 现在我还需要住院 所以呢 就不能来唱这个 南望今宵这首歌了 本来呢 中央电视台一直都在等着李古一 希望他能够 如果有所好转的话 能参加这个晚会 但是呢 对于这件事情啊 我心里面有一种挺别扭的感觉啊 也许我对李古一呢 是一个误解啊 因为之前的时候啊 我就感觉李古一这个人啊 挺侥幸的觉得啊 个人觉得啊 没有什么理由 我对他没有直接的接触 但是就是 当他出现在一些社会场合当中的时候 有一次呢 我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啊 他是一个嘉宾 我就从他的那些态度上看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啊 挺侥幸的 挺侥幸的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疫情的这个事情啊 有些人啊 有些侥幸的人啊 就出来装叉啊 这里面是谁 我就不说了 不是李古一啊 李古一我没有明显的感觉的 他是装叉 但是有的人是 但是呢 李古一呢 我以前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矫情 然后这件事呢 也让我有点费解 因为他这个后遗症到底有多严重啊 能严重到什么程度 他参加不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这个录制 据我所知啊 春节联欢晚会好像是录制的 是录制的 并不是真的现场直播 就是说如果李古一去唱一下这首歌的话 对他来说呢 并没有太多的损失 另外呢 他自己都说了 中央电视台呢 一直在等他 一直在等他 中央电视台之所以能等他 就是因为中央电视台 应该是对他的病情有所了解 应该觉得说他也能来 对不对 但是呢 到最后他就说他不能来 你不能来 也就不能来 就算了 对吧 你不做声明 其实谁也不会说 去非得把这件事去挖出来 你也没重要到那程度 说实在的 结果呢 你还专门发一个微博 来说这件事 还专门点出来 是新冠后遗症 真的 我心里面有点别扭 另外一个 让我比较别扭的呢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呢 就在他国务院的网站上呢 发了一个拜年文 我都没有办法 给他这个行为来命名 你知道吗 我都不能说 说他给中国人拜年 因为他不是给中国人拜年 他这个全文呢 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 我祝愿全世界所有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健康平安好运 这是一个庆祝和欢乐的时刻 我特别要感谢庆祝农历新年的成千上万的亚裔美国人 为什么要感谢成千上万的庆祝农历新年的美国人 然后他说 你们是美国文化之谨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他就拉着人 他拉着人来孤立中国共产党 甚至能把人们从中国这个群体来分割开来 这是他努力的方向 然后他又说 对所有在美国和世界各地 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 祝愿兔年和猫年带来更多平安繁荣和机遇 你看到了吗 这是他全部的这一段啊 拜年文 这里面没有提到一个中国 没有提到一个中国人这个字眼 没有 布林肯为什么要这样 对吧 不是每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 全世界呢 有很多国家的元首都竞相用中文来拜年吗 去年的时候 拜登和他的太太 特意还用中文拜年来着 还向习近平祝贺这个中国新年来着 那么现在美国的国务卿呢 现在在里面 对于中国这两个字一提不提 这是什么意思 心里面真的是很别扭 但是这一点呢 我要给加拿大的总理小土豆点赞 你看人家小土豆是如何给华人拜年的 上来呢 他先用普通话说新年快乐 然后又用广东话说新年快乐 我不知道怎么学的啊 我这个广东话也不好 然后他又用英文说 大家好 又用法文说 大家好 然后呢 他又轮番的用英文和法文 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他说呢 农历新年快乐 可能他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 不光是中国过这个新年 越南也过这个新年 韩国也过新年 而且他可能也吃不准 还有其他的哪一个国家过这个新年 所以呢 越来越多的人好像就用农历新年快乐 用农历新年这个说法 而不用Chinese New Year 而不用中国年这个说法 然后他说 对于全加拿大各地的华人来说 但是他点出来对于华人来说 农历新年是与亲友团聚的日子 也是弘扬世界传承之文化传统的时候 农历新年又称春节 他的意义不仅在缤纷的烟花 在一家人的年夜饭 在热闹的省诗表演 他的意义更在于 庆祝您所在的社区 庆祝华人社区 对加拿大和世界的贡献 从温哥华到凯尔加里 到多伦多到蒙特利尔 华裔加拿大人 对我们全国各地的社区带来影响 并帮助加强了我们的民族构成 这些说的呢 就比较客观 就比较亲切 就比较友善了 没有恶意 但是布林肯的那个 我就感觉到那个恶意在里头 然后他说 朋友们 直此新年已始之际 让我们扬起智慧同情和希望 这些都是兔年所象征的意义 那个布林肯还说 兔年和猫年 猫年是谁的年 是越南吗 越南观兔年叫猫年吗 说近年来 反亚裔的种族主义成为 太多加拿大人面临的痛苦现实 我们必须遏止这种情况 说到这里呢 我给大家插一下啊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 加拿大发生了一件 种族仇恨的事情 有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的老太太 在加拿大多伦多 中国城附近啊 被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推倒造成了死亡 这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死亡 不知道那四十多岁的男人 对他做了什么 只是推倒不足以死亡 肯定是对他拳打脚踢 造成了他当场死亡 有人叫了救护车 救护车来了以后呢 都没有拉走人 现场目击者说 没有拉走人 就说明这个人就是死了 据报道呢 就在警方处理这件事的同时 在加拿大的一个地铁站里面 有一个人被推下了这个地铁的站台 但是呢 没有死亡 就是在加拿大呀 这种仇恨的犯罪啊 也越来越多 要不呢 加拿大总理就说呀 近年来 反亚裔的种族主义成为 太多加拿大人面临的痛苦现实 美国说 2022年 种族仇恨的犯罪的数量啊 是几十年以来最多 这就得感谢川普啊 是川普不断的来挑起这个民族仇恨 川普和蓬佩奥 现在又是这个布林肯 布林肯这个拜年 充满了这里面的挑拨理解 充满了恶意 但是呢 加拿大总理萧桑正 这一段讲话里面就没有 他说 在新的一年 让我们相互砥砺 齐心谴责仇恨 让我们相互帮助 携手应对世界 所面临的挑战 让我们相互祝福 共同迎接新岁月 带来的吉祥安康和繁荣 祝福从我家传递给您的家 索菲 这是他的老婆 他说索菲和我 祝愿您 兔年 健康 幸福 快乐 没有说猫年 然后他又用普通话说 祝您健康 平安 这是小土豆 对中国人的这段视频讲话 我感觉是友善的 尤其是跟布林肯相对照 最后呢 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呢 是来自于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 在20日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发表的一个谈话 这个谈话就说呢 2020年3月26日之前 颁发仍然在有效期内的 多年多次签证 仍然暂停使用 主要原因是 其中有大量为旅游类的签证 后续中方将根据疫情的形势发展 事实的调整有关措施 发言人说 今年1月8日 中国政府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以类仪管之后 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 进一步的优化了外籍人士 付华安排 恢复审发定居访问 过境商务团聚 以及探亲和私人事务类的签证 但是付华旅游就医事由的签证申请 暂不受理 就说他们现在呢 在受理新的签证的申请 除了旅游和就医以外 其他的都受理 只是呢 对于持有 在2020年3月26日之前颁发的 仍然有效的 多年多次往返的签证的人员 比如说我 我就持有这样的一个签证 如果你现在有非常紧急的原因 需要去中国的话呢 中国大使馆呢 可以给这一类人 签发一个新的签证 你这个旧的签证 尽管仍然有效 但是呢 还不能使用 严格的说呢 尽管还没有过期 尽管还没有过原定的期限 但是呢 现代来说 是不能使用的 我希望这个新闻 对我的网友朋友 有所帮助 我想是有所帮助的 因为我一直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